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访七国集团成员国 还传出将会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 岸田介入俄乌冲突的背后有深远谋划 一起来看凤凰观察 从外国领导人访问基辅的惯例来看 都属于密访或突访性质 岸田之前也只是对媒体含糊交代说 将结合各种情况加以探讨 从安全等角度出发 随访媒体只会在访问行程结束后公布消息 一旦成行 表明日本政府全力支持乌克兰的决议和支持措施 去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 在七国集团成员中 日本为乌克兰提供支持的价值是最低的 如今日本方面已准备一篮子原污方案 总金额将会达到1亿美元以上 日本准备大张旗鼓援助乌克兰背后 明面上是用行动站队乌克兰 背后则是配合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天亮援助 这种积极赞助的清单也会在岸田访问华盛顿时 请拜登过目 日本对乌克兰的支持也是对北约的加持和赞助 日本不会白出血 争取换来北约将军事势力延伸到东亚 在构建亚洲小北约过程中 加入到北约势力 构建覆盖全球的军事安保合作机制 日本的深谋远虑还包括笃定俄罗斯会在军事冲出中大伤元气 甚至出现最终失败 国力一蹶不振 而且日本已经将保持了70多年的专守防卫基本国策 改变为拥有远程攻击的反击能力 这种改变再加上日本趁你病要你命的心态 以及依仗美国的核保护伞 日本对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也开始有了以前不曾有的想法 如今正从感想往赶坐方向转变 岸田是今年七国峰会的轮值主席 亲自踏足乌克兰增加了自身的发言权 今年七国峰会的乌克兰议题也将从岸田的形成中不言自明 日本借乌抗俄勾搭北约引狼入室 对抗中国的算盘 也成为司马昭之星路人皆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